終於停止隔空比戰 民眾黨立委 黃珊珊 林國成合體 北市四個議員親上火線 開記者會 反擊控控者涉嫌 圖利金華城 說這一切都與法有據 更否認金華城市都更案 現在的爭議就是 你不是都更地區 你可不可以給容積獎勵 在臺北市都市計畫 施行自治條例的二十五條 臺北市的都委會 可以在西部計畫裡面 視城市需求定出 這塊地的容積率 黃珊珊秀出法條 說金華城 之所以能拿到百分之二十 容積獎勵 靠的不是都更條例 而是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 第二十五條 但北市議員簡書培質疑 在金華城公展公文上 明明就寫著准用 都更容積獎勵辦法 雙方說法都不懂 為什麼准用 因為他沒有任何理由 給黃珊珊不要再 這個顛倒事備了 是不是隔空串陣 他剛剛有這樣子的意圖 覺得他是要講給審慶監聽 原來臺北市議員 已經成為國土署的上級機關 國土署署長講得非常的清楚 被政部定調容積率 是由地方政府的西部計畫定定 第二個一般性容積獎勵上限不可 包括不知道他們是看不懂法律 還是怎樣 議員林針宇情緒激動反問 金華城的發照變更 都不在柯文哲市長任內 哪裡土力 發照以及第一次變更 以及第二次變更 全部都不是在柯文哲任內 請問一下法官 北檢 你們現在拿什麼理由來說 柯文哲土力 但若金華城取得容積獎勵 過程合法合規 過去反對的多名都委 難道都是法盲嗎 三立新聞 黃神鋒 任務局小組 台報道